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抱怨的人 内心会越来越阴暗 坏事不断 与好事无缘 常常抱怨的人 实际上是在损害自己的福报 抱怨别人 会产生什么果报呢? 内心会越来越阴暗 内心阴暗就会坏事不断 好事无缘 小李和小黄同时去一家公司应聘 两个人资历相当 但只能录取一人 面试官最后问两个人一个问题 一分钟时间简单说一下自己对前一任上司的看法 小李说 那个人呢 小肚鸡肠 急贤肚能 总是不把我们下属看在眼里 轮到小黄 他说 上一任领导管理有方 很善于跟下属沟通 工作上能力也强 常常能处理好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从他那里自己学到很多 成长很多 可想而知 被录取的是小黄 而不是小李 所以说 心存抱怨 常常酿成祸事 人生在世 不如意之事 时有八九 生活中 难免各种烦恼 于是有的人常常抱怨 但是 其实抱怨对于消除烦恼 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且是一种很不好的情绪 会滋生同样的磁场 让我们周围的环境 和自己的心境被破坏 最后带来很多麻烦 有那么一个笑话 说有人要去邻居家借斧头 他一出门就暗自嘀咕 说他们不会借给我的 他们一定是嫌我太粗鲁 他们还担心我会把斧头弄坏 或者不还他们 一跑到了邻居家门前 邻居开门 话都没有说 他就怒气冲冲的大吼 我知道你们不会借斧头给我的 你们这家瞧不起人的坏蛋 邻居简直一头雾水 看看爱抱怨的人有多可笑 显然事也没有办成 不如换个角度 把抱怨变成赞美 眼睛看到别人的优点 这样自己也会愉快很多 事情也会好办很多 叹气抱怨 只能加剧自己内心的危机感 时间一久 便有一种潜意识 所抱怨的事情真的就是那么可怕 也真的会发生 经常抱怨叹气 会给人招来不幸 听几个故事 每当你想抱怨时 想想这几句话 你就想通了 一 心胸宽广 活得愉快 禅师有一个爱抱怨的弟子 一天 禅师将一把盐放入一杯水中 让弟子喝 弟子说 咸得发苦 禅师又把更多的盐撒进湖里 让弟子再尝湖水 弟子喝后说 纯净甜美 禅师说 生命中的痛苦是盐 他的咸淡取决于成他的容器 你愿做一杯水 还是一片湖水 你若想活得愉快 就得少烦恼 心胸就得宽广一些 学会善待自己和容忍别人 这就叫做宽心人生 本来生活就应该从容不迫 悠然自得 二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禅师问弟子 你觉得是一粒金子好 还是一堆烂泥好呢 弟子答 当然是金子呀 禅师笑约 假如你是一颗种子呢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应机长空 余祥前底 自然界万千生物 因为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才使世界丰富多彩 同样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适合别人的东西 也未必适合自己 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 才能让人生绽放光芒 三 要自信 而不要自傲 弟子向禅师求救 师傅 有人说我是天才 也有人骂我是笨蛋 依你看呢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禅师反问 弟子一脸茫然 譬如一斤米 在吹拂眼中是几碗饭 在饼家眼里是烧饼 在酒伤眼中又成了酒 米还是纳米 同样 你还是你 有多大的出息 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自己 弟子豁然开朗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 只在乎自己怎么做 我们无权改变他人 但有权改变自己 做人要学会自信 而不要自傲 果断 而不武断 自尊 而不自负 严谨 而不拘束 知足 而不满足 平常 而不平庸 随和 而不随便 放松 而不放纵 认真 而不较真 小和尚负责清扫 倒灌落叶 每天要很长时间才能扫完 有人对他说 你打扫前用力摇树 把落叶统统摇下来 明天就不用打扫了 小和尚觉得很对 就高兴地照办了 可第二天院子里如往常一样 满地落叶 禅师走了过来 对小和尚说 傻孩子 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 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 世上有很多事是无法提前的 唯有认真地活在当下 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态度 万事都不可基于求成 做好今天的事 就是对一生负责 五 最珍贵是正拥有 禅师问弟子 世间何为最珍贵 弟子说 是已失去和未得到 禅师不语 经数载沧桑俱变 禅师再问之 弟子答曰 世间最珍贵的 莫过于正拥有 这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已失去和未得到 而是你现在所拥有 请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 不要悔恨过去 也不要抱怨命运 别给今生留下任何遗憾 寒山和时德有复绝对 非常巧妙 有一次寒山问时德 世间有人抱我 欺我 如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骗我 如何处置乎 时德曰 忍他 让他 避他 由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过几年 你且看他 是的 不要花时间和精力 跟那些让我们不愉快的人或事去计较 人生不易 除了生死 都是小事 不用去抱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抱怨给别人听 无疑是把自己的烦恼 更增加了一倍在别的人身上 被抱怨的人或事 也不会改变 依然存在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对这些小事情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不把这些记在自己心上 也不受他们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静静地等待 不如意地使 慢慢过去 不要去抱怨身边人手中事如何不济 反倒要在其中活出自己的精彩 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 不会抱怨 不会抱怨泥土的污浊 依旧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其实不是要求求求你的世界改变 而是求改变自己 就会发现 你的世界也因你而在 渐渐渐改变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积极乐观快乐 那么你周围的人也一定会 善良大度积极乐观 如果你总是喜欢抱怨 小度鸡肠 斤斤计较 那么经常和你一起玩的人 一定是这样的人 因为抱怨释放出来的负能量 会招来同样负能量的人 而宽容大度 心静开阔的人 是不会长期和这样的人交朋友的 他们一旦发现 就会慢慢远离 不想让抱怨 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来说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 大家都很忙 没有时间听任何人抱怨 把时间花在对的事情上 全力以赴 为目标努力奋斗 才会有好运来到 命运只会兼顾有准备的人 你准备好成功了吗 那么放下抱怨加油吧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